今年第六號颱風 持續朝日本琉球前進 但這個颱風 卻不被台灣的氣象局認可 因為它的近中心最大風速 未達清台下陷的八級風 而這樣的狀況 可不是第一次發生 記者在雨中連線 水淹急凶 2004年的911水災 海馬颱風引進西南氣流 各地大淹水 台灣在晚間11點 才發布颱風警報 但日本確實在台灣時間 早上就將其升格為颱風 他們會按照衛星的觀測 距離他們比較遠 他們還沒有實際觀測的資料 但是雙氣象局 並沒有隨之跟進 台熱不同調也曾出現 台灣先發警報 國際卻沒有命名的特殊狀況 落石探訪路面積水 綠島變得滿目瘡疑 2016年的愛麗颱風 台灣早在10月5號 11點就發布颱風警報 日本氣象廳 卻是等到隔天清晨 才將其命名 一樣出奇的警報單上 只寫著19號颱風 卻沒有名字 究竟是怎麼回事 我們在西北太平洋這個區域 這台系統 如果有達到颱風的等級的時候 命名權 統一的命名權 是在日本氣象廳的手上 不可能會先威脅到 某些區域的時候 那個區域的區域氣象單位 他們有可能會比日本氣象廳 先把它升格為颱風 台灣地區 因為我們有許多的自動側站 還有雷達資料 我們可以用實際的觀測來佐證 2001年的玉兔颱風 也曾出現過 警報發布後6個小時才被命名 全都是因為日本氣象廳 掌握西太平洋颱風命名大權 其餘國家根據自己觀測 想提升防災程度 就會提前發布警報 也才會出現台語不同調的特殊狀況 接盤聯網覆明 還別報導